八十一天,我们一起读完《黄帝八十一难经》,第五十四天,继续,加油! 五十四难,原文,五十四难曰,藏病难治,府病一治,何谓也? 然,藏病所以难治者,传其所向也,府病一治者,传其子也,与其传,兼藏同伐也。 翻译如下,第五十四文言,五宗的病变难治,六府的病变一治,这是为什么? 回答,五岗的病变之所以难移,是因为会传遍到齐索克的那一岗,六府的病变之所以起来相对容易,是因为会传遍到相生的那一府。 就和前面所说的一次相传,间隔一旦相传是同一道理和法则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